其實香港有很多舊式的公共屋村已經超過半年 40年到70年都有 房委會早在2013年已經完成了22個九屋村的重建研究 說有百田村、美東村、文華富村 這三個屋村落實了重建 其他屋村的重建是遙遙無期的 新施政報告提及房委會會持續推動重建計劃 新的施政年度會規劃到進行10個重建計劃 計算重建之後可以提供32800個單位 也會增加九屋村的優秀看來和設施 重建九屋村可以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因為樓齡舊即使有個生命 甚至剝露的現象會越來越多 還有電線管道會老會說又要經常大廈維修 其實都是一個成本來的 反而推倒重建 用回新型的技術或者建築工藝 新型的材料去鋪製是更加實用 有了釋放土地用途 2000年以前建的九屋村 是沒有採用地積比率去規劃的 所以建出來的樓層是不高的 就好像最近政府打算納入重建的採用村 整個屋村是5.1公里 有11座大樓 最矮我3座只有7層樓高 其餘都是20層高 如果重建成新式的居屋或者公屋 都是40層高 基本上可以提供的單位是雙層上 如果建築更高 人口密度增加媒體性 但可以在規劃設計上 花心思增加濃化和公共空間 調和人口密度 而另一件事 中工聯會也有提議給政府 我也覺得挺有用的 它就將原區安置這個定義 由18區擴展到港島 九龍新界三大區 即是黃麗仙區的原區安置 可以安排到觀塘或其他九龍的地方 減低原區安置的難度 都會加速重建重度 舉個例子 就好像之前八田村 未計研究的初期 由公佈開始重建到重建完成 足足用了15年 因為政府的重建 是牽涉多部門共同協商 而且都要滿足原區的居民 又要想辦法去安置他們 真正起樓的時間 其實都是3至5年 如果可以加快重置 是真的幫到手的 當然每個九屋村都有它的特色 或者特點 政府可以在重建之餘 想一想有沒有值得保留的東西 或者放回去博物館 或者當它重建的時候 將那個特色的東西 變成一個陸化 或者公共空間的其中一個 裝飾板 令整個地區有一個全城的意義存在 這個就交給規劃處 或者設計師去想 全部保留就基本無可能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都希望政府會提供到 很足夠的本身住房 即是公屋或者居屋 給予市民 因為我覺得排期五、六年 可以的 如果越短就好 當然這些都是供求的關係 香港樓價這麼貴 又不是每個人都買得起司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我是女士 我們下期見 拜拜